今年就是準備的是一個 低收入戶的吸血鬼 低收入戶 你都簡配嗎 就沒有什麼血啊 就是沒飯吃嘛 沒飯吃 對 然後披風也是用 小時候的權杖也是這樣 嫂子今天也有來 對 有點性感 這樣 對對對 今天晚上會這樣 太私人了啦 太私人了 對 我是第一次參加這種Party 因為我之前從來沒有參加過 然後他們幫我準備一個 就比較基本的東西這樣 因為我也想說慢慢來 可能明年什麼再厲害一點 然後今年就是準備的是一個 低收入戶的吸血鬼 低收 你都簡配嗎 就沒有什麼血啊 就是沒飯吃嘛 沒飯吃 對 然後披風也是用 小時候的權杖也是這樣 就比較極簡風啦 極簡風的吸血鬼啊 極簡風的吸血鬼 有故事的對不對 是有一個人設在的 對不對 你本身是對世界鬼 有特別的偏到我嗎 先講講吧 我明天可能不會來啊 那平常 比如說壓力大的時候 也會利用半妝來 你先 Cosplay 嫂子會Cosplay 先進去啦 嫂子今天也有來 對 有點性感 對 今天晚上會這樣子 太私人了啦 太私人了 對 這樣很難吧 那你都擦他有點性感 對啊 我這套拖也很方便 夠了 那您就好像前陣子 都有被找去 參加心靈拖 這是一兩年前就有人 有找過我去參加這個東西 然後我自己是 因為他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也算滿正常的 但是我自己是有在網路上 看到他們的整個課程的內容 那我看完就覺得說 這課程對我應該沒有什麼幫助 所以我也就沒有去了這樣子 所以其他朋友有真的去 有啊 其實身邊很多人去 就他們上完 有跟你們分享嗎 就是有的人他會變得 一開始就比較正向一點嘛 對 當然他們回到這個社會之後 就慢慢的還是發現 這事情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美好 沒有那麼美好 對 那有的人是因為去上完課之後 他變得 你說好嗎 就是他轉變了 應該說 也沒有說好壞啦 那有的人他就是 就會變得不太一樣這樣子 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對每一個人他的功能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也沒辦法去定多 他到底是好還是壞 那像你前陣子一直遇到低潮 你怎麼度過這個 運動啊 瑜伽冥想的一些東西 泡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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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泡 蛤 自己泡 自己泡 好